来看一组上海底潭的动态 成立于今年1月5号的上海市校园足球一条龙建设联盟 今天举行了首次理事长会议 会上就近期工作推进进行了汇报 拟定了今年下三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同时就此相关工作事宜进行了讨论沟通 与联盟成立时的计划相比 在首次工作汇报中 参与联盟的学校数量及配对方案的调整成为了最大的变化 其中高校初中和小学分别增加了四所 五所和三所 而配对方案也由之前的高校对口高中调整为高校直接对接各区县 各区县的中小学配对则是由教育局牵头负责 此外由于继今年初上海成立校园足球联盟以来 目前包括北京江苏成都等省市 也都在访校上海筹建相关一条龙体系 因此在本次会议上联盟理事长李俊修表示 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我们也已经听说了大家都准备做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压力 但这个压力又是一种推动我们更快的工作的这样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想大家都动了可以形成一种你追我感的这样一种局面 也可以形成一种相互学习跟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因此本着做到最早也要力争做到最好的原则 联盟初步确定 今年的工作将会主要围绕联盟的基础建设展开 包括完成教学及培训大纲的拟定 教材编写 不同于以往的四级联赛开展 联盟官网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组织运营监督评价体系 建立梳理以及联盟品牌化推广等 不许多了 不许多了 不许多了